大家好 我是华興投資長 那今天台股在 外資持續的一個大賣 台股在今天呈現一個開地 昨天的外資在大賣的120幾億 當然在整體來講的話 賣超的標的 還是在台積電 那鴻海已經連續20賣 所以在整體 以台積電的今天開始 呈現一個 反彈的一個走勢因為在 222塊這是一個蠻大的一個關卡 所以今天來到 225開始觸底反彈的話 對整個指數當然是呈現一個比較正面的 這樣的一個走勢 那今天各位看到說 3105的一個文貌 第一季的財報 這個地方不如預期 所以 今天股價打到跌停板 所以 在今天整個大盤在測連線的同時 這些高價股 呈現一個沙盤 那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說大盤來到這個地方 已經出現了恐慌的一個沙盤 所以在連線這個位置點 每一次 不管破與不破 這個大盤 都是有 彈生的一個機會 那接下來說 那你的資金要去往哪裡 才是最重要 那我相信 我們最近 操作的像郁金光 你看到 我們這一路操作 來到高點 接近 300 300 接近 快 400塊這個位置點 我們當時跟各位講說 慢慢的 開始呢 做一個 賣出 那我相信 在整體 在跌下來的同時 那 郁金光 會不會 再大漲一波 我們這個地方 那我 不以置品 我認為說一檔股票 這個地方 我們要看了說 他未來的一個 機會 在哪裡 就像說 在生技股裡面 我們已經講過了 就像中域 那中域 各位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 第一波你錯過 還有第二波的整理 你要趕快跟進 因為這一根 大家都說出貨量 但是我跟各位講 首單量 那現在 各位 是不是真的 我跟各位講說 他還會再創新高 還會再大漲 那以目前的一個量價結構來看的話 他並沒有爆量的這種情況 所以這個高點 高點還沒有到 所以今天 創高壓回純粹是在盤勢 盤勢的一個影響 所以在整體 在中域之後 各位要去注意 因為中域本來在 5月份 美國的藥證才會通過 現在提前到3月 而且4月 開始要開賣 所以 這一波 然後生技股的一個比價的行情 這都要慢慢的會去什麼 會去做一個 比價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各位要思考的時候 那今年跟明年 還有哪一些公司 他 有機會再取得藥證 而且 他的營運呢 有機會來做一個轉虧為盈 那我相信 我們在上禮拜的 講座 我們跟各位講說 在安城藥這檔個股 各位看到 他在這一波拉升之後呢 呈現三波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下沙 那今天各位跌回來呢 那是不是一個 最好的一個機會 所以 操作 你總不能說等到 大跌了 這個地方呢 或是大漲了 那 你再來動作 都來不及 所以今天 要利用這種恐慌的時候呢 來佈局一些好的一個個股 我現在今天 大家說 平蓋股 可能受到 很多消息面的影響 台積電的這個地方 可能在 第二季的一個財報 那預期也不好 所以很多人會去 去做很多的聯想 那甚至有人呢 說iPhone X呢 可能在今年呢會停產 但是這個多數還沒有確定的事情呢 投資朋友不要了自己呢 去嚇自己 其實說有一些個股 各位看到 像GIS呢 在前一波呢 他跌的很深之後 那現在也是在底部呢 搭出一個 扎實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底部 那 GIS呢 各位看到說 其實他目前那個本益比呢 大概在 8倍左右 所以呢 這個地方呢 以長線的一個角度來講的話 那這裡呢 非常適合呢 一個比較 波段的 長期的一個投資的一個架構 所以呢 很多股票呢不是投資朋友 你們認為說這個地方 他沒有機會 我相信很多機會呢 各位呢 你必須要去做一個 掌握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今天的文貌的跌停 那當然 這個地方是純粹說 在 第一季 因為呢 可能在整體呢 在蘋果的iPhone10的一個銷售呢 不佳的影響 所以 在這個組織裡面 當然 各位不能說 只看第一季 如果說第二季 因為現在蘋果呢 在5月份呢 開始呢 會做一個 拉後這樣的一個動作的話 那我相信呢 這一次跌下來 各位呢 你要好好的去思考說 那哪一些平蓋股 拉回來呢 就是呢 你要開始佈局的一個機會 那大盤呢 我認為在年限這個地方呢 不管破與不破呢 又是另外 一次的一個機會 我現在沒事 拉回來我都會跟各位講 我相信在萬點這個地方呢 持續的回撤 那未來呢會更扎實 所以 機會呢永遠留給有準備 準備好 這個地方呢 找好的股票 趁這一波 恐慌殺盤的時候 趕快呢 做好準備 明天同學再會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